我对现在就是包括很多年轻人对什么事情都不惊奇感到很惊奇 他也不会想个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天上的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这个花为什么就是长那么多形态 这是为什么 那个牛在想什么 为什么不去想一想 对牛在想什么 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活这么大岁数我还是有惊奇感 太好吃了 但你吃的是火锅里边最业余的一个品种 我是火锅专业的 我是成都火锅学会会长 专业火锅先生从哪里开始吃 你说吧 专业火锅先生从哪里吃 多 你吃午餐肉丝 所以一看就不专业 马上暴露 你理解他们这代老说什么躺平吗 这概念 我当然理解了 你说他们在抱怨什么呢 说自己躺平 就是说压力太大了 其实我们觉得就像刚才说的 就是对生活可能提不起兴趣 你哪里来 95年 95 我是觉得就是重心好像都在绘画上 感觉就 别搞自己这么纯粹的样子 也许是真的呢 也有可能 对 完全可能是真的 他就没有违亲 没有 千里小彩 他们唯一的寄托就是绘画了 这个也是很无奈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绘画可能就很迷远方了我的时候 就是一直都受何老师影响 何老师都说拿银匠最好 但他年轻时候也较过劲呢 他年轻时候也较劲呢 谁年轻不较劲呢 年轻必须较劲 年轻不能像我那么小姐 年轻容易进去 看到美女要从上去 要想画好 然后呢 画没画好 就要自己就像大 三二四的一些 确实是这样的 我年轻其实也是这个状态 就纠结嘛 很纠结 一块颜色没画好 我完了就失眠啊什么的 现在不会为这个问题了 你觉得这两个人 现在你是什么感觉 他那个内代逻辑太清晰了 但你总希望他有一些更 不那么自洽的 谢谢啊 但你会羡慕他那种生活的能力吗 就是真正的生活 就是真正的去 如果到大凉山我就疯了 我估计我有可能就疯了 羡慕啊羡慕啊 但我知道我又不是这样的人呢 就我恰好不是一个 对生活细节那么强烈的 我需要 我需要历史意义下的生活细节 我才会真正的去观察生活细节 比如说我 当我要去研究 新下革命在 为什么在成都先爆发的时候 成都的所有风土人情 撕水微蓝里的一切 人和人的交往 都变得对我还是更有意义了 小贩边的打情骂俏 都变得对我来说非常鲜活起来了 我去找这些东西 观察这些一切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其实你不是一个 能真正放风的人 那你怎么看艺术里面那种强烈的 那种介入传统的 介入社会现实 这很多很多 我也很同意 我一点都反对 但是我呢不一样 因为我是站在一边的 你看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 比方上次那个摄影师 撒尔加多 他不知为什么访问成都 就本来带着我这儿来 想对话 他先看了一圈 这话 这跟成都有关系吗 跟这个时代有关系吗 毫无关系 他私下肯定觉得 我是个资产阶级 这么大的花 使得花这种风花血液 他心里很瞧不起 我就觉得这样了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或者你看到 他们那种强烈的介入 你会是什么感觉 我没什么感觉 我同意 我觉得谁敢 画画就是个个人的尸体 你想这么做就怎么做 对吧 我就这个自由都没有的话 我们就 我们这个社会不是那么好 但是怎么说 怎么去区分 有时候你回到更个人 但是有时候 你担心自己也是变成个逃避主义者 但我不管 我不管 但你20年前会管吗 以前会稍微考虑 会纠结一下 也不会考虑自己的身份 不会考虑 不会考虑别人怎么评价 你看我90年代 我改型以后 当时我还不知道 所有人都不认识我了 都等于把我这些删去了 后来在一些集会上才听说的 说你干嘛了 我在转型 他说你这花这么大事 你觉得你还很小吗 这么多时间来转型 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转型 你现在就一败涂地 我们都不认识你了 我说我真不知道 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然后后来又复出 江湖又接纳我 在重新被接纳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冷笑一下 这个江湖 这个江湖真是有点好玩 现在你们终于又接纳我了 就是你过去说的话 已经不算数了 但是你看你很少跟别人描述 以之前那些挫折 那些改变的欲望 我觉得不值得一提 完全不值一提 为什么不值得 很珍贵的经验呢 是啊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与人之间 必然发生的 可能我这个人还是有点 有点就是说 有点没有那么大的力度吧 我觉得 有画家根本跟我说的 他说我的学生 他们就是那种 轻飘飘的 没有什么力度 其实也就是在说我了 我知道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不可能就伪装成 我去贴胸毛 我自己装成很有力量的样子 做一个假肌肉 但轻和重一样都是在一起的 或者你觉得你给别人呈现的是轻的一样 重在哪里呢 对 重就是这个生活 它本身就很重 对不对 我活了那么大岁数 你说我没有体会到生活的重量的话 这个也是一句假话 我体会到 但是我的艺术不太表现这个东西 我宁可表现轻的 宁可表现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它可能是没那么沉重 它比较轻飘飘 然后里边有我喜欢的美的东西 欲言又止的这种东西 我不管它 我窝朗就窝朗 就是说程度你可以描写程度 你比方说托尔斯泰 还有什么托斯托耶夫斯就更沉重了 那简直沉重了 不得了 但是也有别的 像卡尔维诺 他把它写成那种幽默的超现实的那个东西 他把那个沉重转换了一下 而且我觉得画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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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其实何老师其实这点也会困扰我 就是因为这两个就是人生的两面 比如这种时代的那种大变化 也是太年轻了 就是承认生命的不可知和 就是那种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怎么去适应它 怎么去理解它 我这辈子也没什么没费什么劲 就是我这辈子可以说 我是一个很说得不好听 很消极的一个人 我没有争取任何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的运气不错 你看真不想考大学就挺客人 然后真不想就当工人就下乡 然后后来又遇到高考 又恢复又考了美院 就走上了绘画这条路 就是我经历了这么几十年 七十多年的这个年龄 我其实记性非常好 从小的事情我都记得住 但是一切都是波澜不惊 对我为我做的事情 对我来做的事情 我们跟我说 有点击 嗯